景文科技大学中储国雕社、学生会等单位 5月24日来到了石定峰子林公共托老中心 举办轻盈供学、虚实一主活动 让长辈可以快乐学、开心吃 看住罐子里的缤纷色彩 托老中心的长辈们已经迫不及待要制作属于自己的采盐罐 在景文科大同学的协助下 阿公、阿摩利用盐巴和粉笔 把原本白色的盐变成了五盐六色 在依序倒入罐中 而这样的动作 其实也正好可以训练长辈们的手指肌肉以及手眼协调 就在制作采盐罐的同时 景文科大另一部分的同学 则在二楼餐厅忙着将已经煮好的料理 一一装合 为了让长辈们好入口并且兼顾健康 菜色完全以少油、少糖、少盐的方式烹煮 设计出五菜一水果健康餐点 包括葱爆猪肉 蚂蚁上树、冬瓜香肉、白菜卤、卡香茄子及香蕉 老五老基金会督导吴玉佩表示 自109年起与景文科大就有合作 约每半年就会举办相关活动 长辈们都很期待学生们的到来 阿公阿摩都说看到这些大学生 就像是看到自己孙子一样的开心 非常感谢景文科大师生的陪伴 景文科大学务处科外活动 指导组组组长王忠孝表示 透过学生分享所学在轻盈共学 共主之下 学生更能体会尽懒爱老 进而体现大学社会责任